三星对一个独特而耀眼的存在 它让传说中名义一样的古蜀国 从杳无踪迹的神话 变成了可以触摸的真实 就在人们为这个横空出世的古国 建构它的前世今生时 距离三星堆四十多公里之外 一个新的奇迹出现了 2001年2月8日晚8点 四川绵阳的林园宾馆内 成都考古的行业会议正在如期举行 当时的王毅所长 就谈到了1986年 三星堆发现这个象牙 那么因为这个保护技术不成熟 很遗憾很多的象牙 今天都没有保存下来 话音未落的时候 他的电话就响了 就听着他说了两句 哎 象牙 坐在主席台的王毅所长 急忙起身离席接听电话 不久后他回到会场 会议继续进行 然而没过几分钟 电话又来了 当眉头紧锁的王毅 再次回到与会现场后 立刻宣布终止会议 就告诉大家 成都市区发现象牙 我们当时都觉得很神奇 根据消息 象牙出现在成都西边的一处工地上 需要马上派人过去 尽快采取措施 三位考古队的同事 朱章义 姜章华和张晴 立刻出发 连夜从绵阳赶回成都 处理这一突发事件 第二天一大早 工作组赶到了现场 确实是一拐进来 人山人海 我们就知道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位于成都西郊 一个名叫金沙村的澎湖区 在规划中 这里要建设新的住宅小区 当时是施工建设第一步 清理地面基础 开挖排水沟 连续几天的挖掘 工地上出现了一条深沟 进到现场之后 我们就看到 地下大量的 说遍地都是吧 过分了一点 但是大量的象牙的残渣 碎片 仿佛下了一场小雪 白花花的象牙碎片 铺了一地 紧接着 考古队员在机器挖出的深沟中 找到大量的玉币 玉章和玉丛等残片 有一部分玉器 它已经打碎了 就由当地的村民问我们 这个磁砖你们要不要 也就是说把玉器当成了磁砖 出于对文物安全的考虑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和当地的公安部门 进行对接 调集相关人员 成立了专案组 一系列紧急举措 立即展开 通过和建设单位进行沟通 工作队组织人手 用打桩和围栏的形式 把遗迹中心位置保护起来 王黎明是当时安保工作的负责人 他安排人员24小时轮流职守 同时配合公安 开始对流失文物进行追剿 磨牌工作在工地周围的 澎湖区中迅速展开 与此同时 工地现场的文物保护工作 也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第一 先快速地清理解决安全的问题 先把就是能够看得见的 全部拿回到库房里面去 第二边呢 就是比较密集地 出土这些文物的 这样的泥土里面 我们再用那个筑筛 过筛 大概是这么几个过程 考古队员首先开始清理 被挖掘出来的 数量众多的象牙 从挖掘断面观察 这里埋藏的象牙多达数层 摆放的很规律 场面壮观 初步估计数量有上百根 重量可达两至三吨 象牙的尺寸是差不多的 平均的长度在一米四到一米六 而且每一根象牙都是朝着一个方向摆放的 那么我们认为这批象牙 它是经过严格挑选 它是有意识的行为 它跟三星堆一样 1986年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中 同样也发现了数量众多 有意识摆放的象牙 但提取出来的象牙 由于风化 基本没有保存下来 面对大量已经暴露出来的象牙 考古队员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采用了几种方法 就是一部分提取出来 那么提取出来的象牙用硅胶把它封存起来 让它跟空气隔绝 那么大量的象牙 我们进行了一个原状的回田的处理 与此同时 在现场准备外运的散土中 考古队员接二连三地清理出了大量 那种珍贵文物 地下文物的密集程度 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那文物真的是太多太多 出乎我们的意料 当时我们的一个越野车 就不停地从工地的现场 到我们的库房 这库房的距离就是两公里左右 就反复地拉回去 再回来 又是一款文物又拉回去 当时的室内整理工作由王芳负责 他不仅要对拉回室内的土壤进行筛查 同时也要将运回的文物进行清理登记 边清理 边清洗 所有的文物还要清洗 清洗完以后就开始登藏 那么每一天我们要给它一个编号 给它一个定名 然后它的数量 它的完成程度 如今由王芳亲笔书写的文物清单 依然完好地保存在金沙博物馆中 从这份文物清单上可以看出 仅仅在第一个月的整理过程中 精美的文物就已经达到1400多件 而且器物的种类也非常丰富 在王芳亲手整理的上千件文物中 有一件国宝级文物令他印象深刻 那天考古工地 我们那个当时的工地负责人张秦 摄像的时候 有一个技工他在下面叫倪林中 他在下面刨那个山土的时候 说张老师挖了一个宝贝 他手上就把这个端起来 当时我正朝着西边进行拍摄 他说张主任张主任 他说哎呀你看啊这个 我马上就把摄像机转过去 然后对着他 哎呀一看他的脸笑得特别的灿烂 然后就拿着这个青玉丛 这段由考古人员现场记录下来的视频 刚好捕捉到石节玉丛出土的瞬间 只经过简单的擦拭 国宝级文物的品质已经显露无遗 石节玉丛预置细腻 做工精良 在每一节的转角处 还可有微雕的图案 这样的造型与文饰 与一千九百余公里外的梁祖遗址 所出土的玉丛是一样的 石正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梁祖文化 位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 以玉丛作为标志性器物 这件出现在长江上游 金沙遗址的石节玉丛 引发了学者们对石前文化交流的新思考 通过山峡这个孔道 有很多新世纪时代的文化因素 已经进入到成都平原 通过某种方式 获得了两组生产的高大的 也非常精美的玉丛 发掘现场惊喜不断 同步进行的追剿工作也初见成效 丢失的文物陆续回到考古队员的手中 然而由证据表明 部分重要文物依然流失在外 专案组决定召开一场 声势浩大的表彰大会 如今在金沙博物馆的展厅中 安然成立着一件石柜座人像 当初他被施工现场 一个心存侥幸的民工带走 藏在了一处深井里 与这件石柜座人像一同追回的 还有将近150件精美器物 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 文物追剿工作成效显著 与此同时考古现场也有好消息传来 10月4日这天 考古队的张晴一到现场就被叫住了 我说我看一下工地 然后当时在清理这个雨水沟的时候 然后民工就看到我来了 他在那里发现一个精气 然后冒头了 清除附着的泥土后 工作人员轻轻地展开 已被揉成一团的金箔 他终于露出了真种 最开始就是以为是一个金带 然后还拿着在那里照相 结果稍微不注意 没注意 怎么那个缺口就跟什么毛一样 你回过来查好 纹丝严缝啊 结果我们才发现 它确实是一个圈起来的 我们把它脑袋上比了一下 结果发现跟脑袋大也差不多 所以我们最后命名为金关带 金关带长约60厘米 宽约3厘米 刻画有文式 一个人面 一只剑 一条鱼和一只鸟 构成了四组图案 鱼压剑头 剑压鸟身 这个图案的出现 令现场的考古人员们 一瞬间毛色动开 这不就是三星堆 那根著名金拳杖上的鱼鸟图案吗 人们不由得暗自惊叹 如此奇妙的巧合 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 特别是我又挖过三星堆的 突然在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 有发现了和三星堆 比较类似的一个遗址 这种激动的心情 真的还是没办法用语言来进行表达 这里距离三星堆遗址不到50公里 两地出土的金拳杖和金棺带 竟然暂刻着相同的图案 都是摄鱼文 人们已经预感到 其中所揭示出的必然关联 我们可以从一些高等级的器物上 可以看出来 这个符号很可能是王族的辉号 那么这样的辉号 既发现了三星堆又发现了金沙 金沙遗址又晚于三星堆遗址 所以从三星堆转移到了金沙 他们的统治则换了都城 当人们重新回顾金棺带的出土经历 才发现这件国宝竟然险些毁于一旦 它先是被挖土机挖出后 和土方一起追放在沟边 当人们将排水管道放入挖号的沟举中 准备用之前的土进行回田时 它又被一通埋入了沟里 直到工人们开始夯打地面 才被现场的人员发现 这个金棺带是在这个夯打的这个土里面发现的 像唐僧取经一样9981那 金棺带的发现是意外而幸运的 它所透露出的关键信息 让人们意识到 这处遗址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现场的考古队员们更加小心谨慎 不放过任何可能漏照的细节 2001年2月25日 一位现场工作人员在清理泥土时 发现了一枚闪着金色光芒的土块 敏锐的工作人员迅速将这枚土块 移交到王芳的手中 在现场的时候就是一堆泥 它抱回库房的时候 就露了一点黄金的那个一个角 所以回来的时候抱给我的时候 说这个可能是一个金棺 王芳和文物修复人员党国松一起 用竹签清理到多余的泥土 手中出现了一个金团 当它缓缓展开手中的金团 这件文物终于露出了金式容颜 太阳神鸟金式重20克 厚0.02厘米 含金量高达94.2% 整气成圆形 采用镂空方式表现 内层为等距分布的十二王太阳纹 外层由四只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 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 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太阳神鸟金式生动地再现了远古人类 金屋复日的神话传说故事 是古代人民非凡的艺术创造力 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 2005年8月 太阳神鸟金式图案 从一千多个对手中脱颖而出 被国家文物局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同年十月 秀在鼠袖上的太阳神鸟图案 随神舟六号飞船一起 遨游太空 现在大家在大街小巷 飞机上 地铁上 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气游 所以我自己作为一个太阳神鸟的 应该说是第一个见证者 这一点来说我自己觉得也是非常有幸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尊青铜人像 那么这尊青铜人像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头部戴着一个帽子 讲解员正在向人们介绍 金沙遗址出土的一尊青铜人像 有人说它的帽子像印第安人的羽冠帽 也有人说这是一顶太阳帽 它的造型与太阳神鸟中心太阳的造型 如出一辙 都体现了古人对太阳的崇拜 类似的青铜人像 1986年在三星堆的二号坑 也出土过一件 那件青铜人像通高2.6米 被学术解称为东方巨人 而金沙这件小铜丽人像通高仅为19.6厘米 但仅从外观看 它们都被塑造为高高站立的人物 有着相同的首饰 相似的衣着 考古专家推测 金沙的小铜丽人像 很可能是沿袭三星堆大铜丽人像风格铸造的 众多的国宝及文物陆续出土 这座在金沙村发现的遗址 被正式命名为金沙遗址 专家们探明遗址的分布面积 大约有5平方千米 出土大量金器 铜器 玉器 石器 漆木器 陶器 以及象牙等 珍贵文物多达上万件 金沙遗址是中国同时期出土 金器 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 金沙遗址被评为2001年度 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也成为21世纪 中国第一个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 这一天 在金沙遗址的八号祭祀坑内 考古人员无意中发现 泥土中显露出一个金光灿灿的小角 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这件金器连同泥土 一起取出时 它已经被揉成一块皱皱巴巴的金块 无法辨识它的气形 当时的所长王毅亲自披挂上阵了 这件金器已经严重变形 因为担心用力过大会导致珍贵文物损坏 人们只能先小心翼翼地 洗去粘连其上的大块泥土 再慢慢地将嵌入气物缝隙中的泥土 一点点剔除 有没有小竹签 牙签也可以 有 牙签好 有 有 有 可以够 可以够 转一够 我来找一个胆子 时间一点点过去 附着在这件金器上的泥土 已经被清洗掉不少 但最终的样子依然难以辨认 现场的气氛不断升温 人们心中的好奇也在不断累积 这到底会是一件什么样的器物呢 在清理的过程中 他就边清理说 哎呀 眉毛 鼻子 眼睛 嘴巴 哎呀 我们一下就激动了 然后我们就在现场 其实真的是有点欢呼了 哇 看 金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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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金面具 金面具 评写大致显露出来的眼眶 及面部轮廓 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 已经可以确定 这是一件尺寸和比例 都与真人接近的黄金面具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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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面具 好大一个金面具 重大发现 重大发现 鼻子 猪鼻子 嘴巴 眼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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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的鼻子差不多 金面具 金面具 宽19.5厘米 高11厘米 厚0.04厘米 重46克 长刀形眉凸起 大利眼 三角形鼻高挺 阔嘴 长方形耳朵 显得十分威严 是当时中国发现的同时期 形体最大 保存最为完整的黄金面具 这件面具 使金沙遗址又拥有了一件 国宝级文物 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 曾经出土过四件戴金面罩的 青铜人头像 从造型风格上看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 跟三星堆青铜人像 所佩戴的金面罩 极为相似 金棺带与金杖的文式相同 金面具与青铜人像的 金面罩相似 还有同样大量埋藏的象牙 这些逐一出现的线索 都表明金沙与三星堆之间 非同一般的成绩关系 如果我们把它的 比如说神术 重物面具 这种青铜 针和蕾的那堆东西 把它去掉 我们单单看它的 出土的玉器 它的金器 它的小型的铜器 和金沙 是完全相同的 可能有一些大小之分 但是形质上是完全相同 三星堆和金沙之间 相距的直线距离 就是四十公里 之间没有高山 也没有大川 要想说它们没有交际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金沙的发现 正是了三星堆 衰落以后 人们的去向 除了一部分人 继续留在三星堆以外 大部分人 可能牵出了三星堆 尤其是统治阶级 很可能已经到了 金沙遗址 同而把四川这个古代文化 这两个环节的中心 确认了起来 金沙是三星堆的继续 作为中国西南 又一大考古奇迹 金沙遗址的发现 拓展了古术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 对古术文化起源 发展衰亡的研究 具有重大意义 特别是为破解 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 找到了有利的证据 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纸群 三星堆遗址 金沙遗址 以及后来发现的 以战国船关墓葬群 为代表的 晚期蜀文化遗存 代表着古术文明发展 它也是中华文明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三星堆 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 各类文物中 包含了大量反映古术文化 与其他区域文化 密切联系的信息 随着研究的深入 和更加惊人的发现 一幅交流互见的壮丽图形 即将在人们 进一步的探索中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